香港的新聞報道真是惹惹有驚喜 人家不覺得是重點 他就放到大一大 中國牽頭成立的亞頭香港人簽署儀式 全球高度關注 誰知道香港傳媒 竟然把他的焦點放落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才爺曾俊華握手的位置 說什麼政治祝福 要陰點他做下界特首 我當時黑條 原來只有一口笑 香港這次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出席儀式 才是坐正在最近門口的位置 習主席一入門口 第一個跟他握手都很正常 難道轉面走出去嗎 這樣都要被上綱上線 不是啊 又想問一下 習主席還和其他五十幾個國家代表握手 究竟屬於什麼陰點呢 亞頭香港和一鄧一路 這麼多實際事可以說 偏偏就要將他的焦點落在些無謂又無聊的聯想 轉頭從訪問才爺 握手是不是政治祝福 有沒有搞錯啊 其實 加入亞頭行的成員都是以國家為單位 香港作為國家一個地區 難以用平起平坐的身份加入 握手 像是要告訴其他國家 在亞頭行和一帶一路的發展大計中 國家是預謀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 就好像公司主席 會對外介紹公司的眾神一樣 那些想做做王者 或者想做政治炒作的人 是不是想多了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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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